完了 我就跟你走 让你扣手 你不扣手 最后一句是让你亲个够 你给你扣手 又没扣手 你就亲个够 不不不不 来 老老师 你接着做一下 妹妹坐船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 爱爱 天上荡悠悠 人呐 这歌绝对是大江南北 太火了 对 真的是 加油不晓了 而且这歌当时居然没有人阻拦最后一句 让你亲歌够 其实当时唱的时候真没想那么多 可是后来好多的这些 有些朋友说那歌太那什么了 对 太那什么了 太露骨了有点 对 这个你认识何刚之后 你最喜欢何刚身上哪个特点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虽然说我们到现在看他这样 就是歌唱家的这种风范 但是他骨子里的那种质朴 真的 我觉得他这种质朴并没有丢 王老师咱们说 说一是一二十二 一点都没丢 对 他没有丢这个质朴 同时他特别以善良的心态对待每个人 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 而且他对父母的那种 我觉得跟你特别像 他特别孝顺 而且说句实话 我那天就看到何刚 就是何刚跟我讲 我们俩在对话的时候 他说到了他的妈妈 平时都是躺着的 最后他们姐姐两个人回来那一天 他妈妈趴到 趴到灶台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何刚之所以这么多年 他没有改变他这种质朴的 这种情怀吧 就是根据父母对他们的教育引导分不开的 我们有共同的经历 我的父母生我也年龄特别大了 所以我特别能够感受他这种爱 对父母的这种恩啊 觉得一生的抱不完那种恩情啊 这种感情 他把这种感情同时用到了很多 包括他们现在的村里 这些父老乡亲身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他的宽阔的地方 你们两位出来 我相信你们的村子里 都以你们为骄傲啊 现在你们回去的时候 父老乡亲会上门串门吗 我回到村里的时候 我会去串门 因为我们家 我华姐估计老家也没有事 太没了 首先没有家了嘛 首先没有那房了 不是没有家了 首先没有房了 然后我们回去之后 都会去熟悉的家里去转一转 尤其是那些当年给你凑学费的人家 一块 对一个是凑学费的 还有就是那小伙伴 就是小伙伴 大小 一块长大的 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不咋敢跟我说话了 小的时候都在一块滚的 团了泥球啊 弹泥球啊打鸟啊 对 都那样 但现在都不敢说话 见了面都是 要不就离得远远的 对 另外现在呢 就是怎么说呢 像我的这些长辈们 都已经不在了 哦 所以呢有的是我会在家里 经常想到他们 想一说到这个时候呢 脑子里依然是小时候 他们的那个状态 因为我们出门比较早 这个从小就出来了 来再加上我一说家里老小 那帮祖辈的人全都不在了 就是有的时候不免心里吧 还有点挺小伤感的 是 我觉得和刚这一点 我说我们两个人 这一点就特别特别相像 相像的 而且我我特别喜欢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我觉得他们都不懒 嗯 会特别珍惜粮食 对 你们会不会很少剩很多饭啊 什么的 不是一个粒都不剩 嗯 真的一个粒都不剩 今天你一粒不剩吧 嗯 我是我们家人一粒都不能剩 嗯 比如说 我也是这么要求 你看是吧 你看差不多吧 是 我儿子和我闺女 只要我在家我坐那 他俩必须把碗里的叫粒粒结辛苦 我 他们俩现在是养成习惯就是 吃饭的时候 自己把饭端过来 坐那等着 嗯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 我 都上了桌了 他们俩开始吃饭 他俩才可以吃饭 吃饭的时候 要先给爷爷奶奶夹菜 嗯 夹完了之后 给妈妈爸爸夹菜 夹完了之后 他们俩才能吃 吃完了之后 碗要自己拿下去 拿下去的时候 必须得给我看一眼 是不是干净了 嗯 我只要差一粒 我历历皆辛苦 他俩就知道里边还有一粒 他俩就会把它吃干净了 我觉得刚刚何刚说的特别好 坐下来全家人尊老 长辈 祖辈 父辈 然后孩子 这是从小的一个教育方式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至少我们来做不到 每个人就是说 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们一定要孝敬 尊重老人 尊敬老人 这是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个家风 是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几个在这儿 真的是好开心啊 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 对对对 呃 非常感谢呢 呃佑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啊 感谢华姐啊 对对 那不会 因为二妮儿现在结婚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了吗 哦 好像嫁了一个青梅竹马的老公是吗 哎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你可能会找一个 比如说就是圈里的人呢 或者什么的 你找了一个同学是吧 更多的人会觉得你出名了 长得也漂亮 又可爱 怎么着也应该找一个 又可爱 稍微条件好一点的 能够帮你迅速的把你的事业 不用直接 不用付首付直接买房的 对 直接就可以买房的 这也无可厚非啊 嗯 嗯 其实现在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啊 嗯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 嗯 我是因为我们俩 嗯 是初恋 嗯 然后就是来北京之前就谈恋爱了 对 那坚持了这么多年啊 我们俩那会儿就开始谈恋爱了 然后后来我们是来北京嘛 参加了这个比赛 嗯 他一直在老家 但是我们一直是恋爱关系 我有男朋友 我怎么可能再去找男朋友 嗯 而且我们俩感情也很好 我在北京 07年 他们是12年的时候才过来 嗯 等于是他在老家我在北京 哇 你们这么两地分了五年 嗯 还坚持下来了啊 其实大众更关心的是 你在这儿突然在北京火了 成名了 这个时候 就是你 你对这段感情有过动摇没有 一点点的动摇 嗯 说实话 一点点动摇都没有 嗯 那说实话 他有没有一点点担心 他应该有 嗯 他怎么表现出来的担心呢 怎么说呢 因为毕竟两个人有距离了嘛 嗯 因为他是一个男的 他肯定会怎么说呢 就因为我在唱歌方面的话 肯定是已经比他就是走的好一些了嘛 嗯 发展的好一些 他肯定是会有压力 但是我给他信心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作为我内心来说 我 我是觉得 我是把感情看得很重 嗯 可能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吧 比如说你唱个歌啊什么 他会帮你跳毛病吗 他他会 嗯 他最了解我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